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比体验版 模里沙和早苗是削了的 灵梦和校叶是加强了不少 但最后还是选了早苗 毕竟我不是一个到中处理非常好的那种人 我就喜欢他这种百分百子机子弹 百分百打中的这种大部分时间百分百打中的这种机体特性 就非常适合懒惰的我 那毕竟 其实东方胡咙洞呢 是这么多座里面最好玩的一座 就有趣味度是最高的一座 这个我是不得不这么说 毕竟他卡牌多 组合多 玩法也多 尤其是当你其实打了从TX2打到TX1817 你打BOSS可能一局都是打个两三十分钟 但就是TX18有了无功的这么一张变态的卡牌 让你可以瞬间把敌人秒个清光 你会突然觉得很爽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好处 就是TX18的灵魂所在 那同时也是降低了相当多的难度 这个也是历代最简单的L 如果你打了功力一点的话 其实这个真的是最简单的L那他或者是L的难度 他毕竟资源你可以拢很多这一类的 然后也有很多的变化 那来到第一招服卡 那其实打无功路线呢 是要基本上是要求你前三关有非常高的处理 就大概处理个80%吧起码 就大概miss三四次以下就OK了 那么我是带了一条蛇蛇 一条无功 还有一个春药去上路的 那再说着说着呢就来到第二招服卡 第一招服卡其实怎么扭不重要 反正打不中的 第二招服卡呢 这个其实先看好位置 如果是封位的话 因为他这个其实你躲在底线呢 他是有可能会封住位置的 所以往上走一点 然后利用他这个直线弹 最后蓝色紫色的那个位置 还可以穿出来 就不用打的那么 呃 惆怅 那么抓急 然后第二关的第一波的这些ZG处理完以后 马上回中间 因为他很快就出来 这个怪很快就接出来了 然后右边先处理 左边等着 呃 其实呢 蜈蚣的数字怎么算呢 他其实不是说单纯你击破 就有0.001的加成 他不是这样的 他是按连 他是疑似 类似于伤害值来计算 或者连击值来计算 他就 反正一个怪可能 呃 100血和50血 但可能打100血的 他会加0.002 打完以后 所以 呃 这个我是自己测 测试了一下 就可能拿这个 呃 上海人偶来试 然后拿上海人偶来试呢 他其实浓得比较快一点 但不多 就快一丢丢而已 所以 就 就可能我觉得 啊 就可能跟他的连击数有关 那 之后呢 其实第二关的处理 就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勾 勾引勾引勾引 勾引 收一下点 勾引勾引收一下点 记好 听着BGM 记好这个怪的出来的位置 就 就 再摘好位置 其实就问题不大 啊 刚才中了一下弹 其实是不太好的 就预算当中 这样的位置是不中的 啊 这个位置 第二道东西 基本上不会中弹的 呃 就 我打了 挺菜啊 这里 啊 又中了一颗 不行啊 跟上菜 呃 他的蜈蚣的数字呢 他的伤害 大概你带 一条蛇 你带一个上海人偶 一条蛇 还有呃 呃 林梦的阴阳蕴 就等于蜈蚣的1.3 或者1.25左右 他那个攻击力 大概啊 我只说个大概 所以蜈蚣的上前1.8 你可想而知是有多么的变态 而且他貌似是你射出来的子弹 他都计算在内 但暴风伤害我不知道就算不算 我不知道算不算暴风伤害 就是那个赤蛙还有那个青蛙的那个伤害 呃 这个有待测链 反正我没试过 也 那其实 呃 这里 角落躲一波 然后 扫描机体特性 击破 没有什么大问题 最后一招福卡 就固定 基本上可以搞成固定的 先中间输出一波 左边角落待着 等 好 就可以敞一波输出 如果你不带武功的话 那就去右边角落 再等一波 再等一波 然后再回中速度 时间刚刚好 会够 那来到了第三关 第三关的 其实这一次第三关的 他这个 呃 子弹的那个速度 我是挺不适应的 毕竟还是挺快的 呃 我就一来交叉 二来是 交叉像吧 嗯 一来交叉像 然后二来速度又快 呃 有点搞不懂 那后来是看懂了以后 就没有那么严重 这个问题 所以也是比较欣然 那在第二关的时候 我买了个 呃 魔法阵 第三关的时候 第三关我是买了什么 好像是买了个 买了个前渡 还是八卦炉 这样 呃 反正等之后再看吧 那第一关呢 其实 搞完以后 买个招财猫会好一点 毕竟你后面出的东西多一点 你的那个生存机会就越高 钱这个东西 要记着 他是 很容易就能拿得到 但炸弹不是 炸弹是前期如果处理的好的话 基本上可以打到后面 所以 我选择一开始带春药 不是带浅度 这里可以扭过去吗 可以扭过去吗 哎 有点勾使用 呃 好 那这边 POWER来到了 POWER来到了1.454 加一条蛇的1.454 相当的恐怖了 压怪的已经明显感觉到 是非常顺 其实来到第四关 就基本上就已经完事了 就已经POWER就已经搞完了 好像第四关吧 对吧 POWER就已经搞完了 就第三关 但是第三关 其实 就算你带一张蜈蜈 它是有价值的蜈蜈 然后打完第三关 基本上 你打过去也是碾压 那个压力都比你带三个装备去打 是简单 那早苗打这个 打这个绿色弹的这个怪 其实就本来就压制了 所以也没什么好说 最后这边高速弹 其实好好判断一下就没什么问题 如果不行的话 就可能要撞一两次了 如果看不到的话 就其实就看它那个交叉的位置 去决定怎么去扭 来到第三关的BOSS 抽一根滑子 第一飞呢 它的那个速度比较慢一点 所以也不是太难凑 应该我处理得来吧 应该 可以 然后一伏 一伏是个固定弹 就 记好位置走就可以了 不过这里不计位置 我是直接追着它P5射的 所以 就有仓的机会 这个其实是最简单一个飞 蓝色其实中间穿过去就可以了 对没错 中间穿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我不小心种了一下 但 这个博雪草其实 我没有走好位置 应该是穿上去然后再左走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智力掉线了 往下切了底线 黄色也是 也挺简单 穿中 中间穿出去看两边左右的这个 子弹有没有夹过来就可以了 就山女王 山女王就这个 因为蜈蚣的关系 就基本上中间输出一波 然后往到右边 它就已经击破了 所以本来就不太担心这张卡 那么看一下买了个什么 我买了个前度 好吧 那基本上就 虽然我买了 买了前度 魔法阵子 其实是我预料之外的事情 嗯 不过也好吧 反正容错路欲上升了嘛 对吧 那 这边其实啊 压死 直接压死了 这边直接压死 呃 没有 基本上可以让它射不出来 射出来了 它还是 如果是直接机体的话 我会选择只压一边 然后右边就放生了 然后就扭 然后就主要就集中扭 扭一边的弹幕 这边也是非常恐怖的 全部压死 早苗早苗的机体特性就是这样 攻击力上来了 就直接游戏失衡了难度 真的 真的是 太变态了 好 这个 其实 我压的不太好 这边的米单 我其实处理的不太好 如果正常来说 真的要做到很压制的话 早苗是可以把它做到 只射大概 五六十颗子弹 整个屏幕就大概五六十颗子弹 这里大概一百 一百多颗吧 可能 呃 到中我没有练 他是他 我不确定是不是固定 反正走位是固定的 这个 呃 对没错 我指的是我机体的走位和那个 呃 他的那个走位也是固定的 然后最后 前半 我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 后半段基本上我都右下角处理 就结束了 低难度的话 直接绕到上面去就可以了 呃 直接绕上去 反正 他低难度他也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紫色圈圈 这里速是耍了个 耍了个阴招 就 爆了以后 马上这个鬼火就出来 害得我有些时候 然后上去收那个 呃 残疾碎片的时候 直接就撞了个阵架 有时候 就来不及压怪吧 或者 接下来是 哦对这个 呃 这个其实呢 如果 直线机体我打不过的话呢 我会选择 说 只打一边 然后要绕圈圈 是可以绕的这个东西 呃 挺好绕 但不要贴边界就可以了 不要贴边界的去绕 要有点位置 OK了吧 好 来了 最后三只怪 呃 其实 我就先压中间 然后左右 直接中间的那只都射不出来 1.754 那快要搞定了 快要搞定了 这张无功考 呃 好 那 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的 应该是 红龙洞里面 最为恶心的一个boss了吧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红龙洞里面 最恶心的一个boss 呃 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个阴阳欲不能 不能消 就混观的时候 我直接骂了不知道多少只 多少只 多少只脏话 不过也没什么问题 衣服是那个 幻想箱四面柠檬的那个阴阳欲 所以不太怕 这个本来二飞是要往回穿的 但没穿出来 就 太快了打的 这里等一下 这个要穿 第四 好 一马大 穿过去 拉回来 好 搞定 然后三飞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 就把它当水银制毒完就可以了 哎 呃 然后最后这个随便扭扭 没有什么特别 我总觉得这个弹幕好像在哪里见过 也是这样固定固定一大堆东西滚下来 然后左右有些东西在打来打去的 那买了个八卦炉 好了 那直线攻击也有了 直接就可以 回天灭地 这里其实没收到点还是挺可惜的 哦 这里也是压到 这里可以做到压到子弹都出不来 哦 直接怪都出不来好吧 我就没有摊 我没有摊点 我没上去收 就看着掉其实挺难受的 我心里 哇 你看这子弹 这是五面的子弹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甘珠传的五面 啊不对 灰真诚开始吧 灰真诚的五面 甘珠传的五面 天空张的五面 鬼心兽也有点菜 鬼心兽的五面就算了吧 对没错 你就想象这三个五面 然后再看看这个五面 是不是觉得 哇 太干净了一点 啊 好来到了小狐狸 小狐狸勾引一下 然后就可以爆了 正常情况下 勾引完了以后 第二波的一半 是击破 这个是直接第一波 没结束就已经击破了 可想而知 这个攻击力 到底有多变态 呃 这里是直接可以压到 子弹出不来 正常情况下来说 是可以直接站到 那个发电 就收点线那边 然后就直接就站着不动 他都没有办法 发出子弹的 呃 呃 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万动了一下 可能是你被出问题了 不过影响不大 反正没有中弹 就是啊 对鬼火 鬼火这个 呃 我选择了是机体特性 然后中间慢慢往上打 拉上去 对 就这样 然后4颗价值2块钱的星星 星星神磅 没什么特别 就扭就对了 穿就对了 然后左右那个天空张三变的那种弹幕 要穿的那种 就无视就可以了 又可以把它给压到出不来 其实不过我好像是压错位置 还是走错位置 反正我是为了收点 所以没有去压他 对没错 我是为了收点 所以没有去把他给压死 不过问题不大 最后星星弹幕 勉强处理 没有问题 来到了五面大天狗的关卡 那我事先说了 因为击破速度相当的快 我先说一飞 一飞其实是 我是右左椅的 其实是应该 不应该站那么高 应该站矮一点 不然的话就像刚才那样 就穿了一次 然后一服 这个没什么 就火力已经够了 所以他没射过来 就已经爆炸了 不用管 二飞 二飞就站中间 然后他会自己散开 所以不用太担心 这个东西 看自己散开了 对吧 之后是激光 其实激光 他的激光其实不难 能预测 也不是说很难预测 也有操作空间 就看你反应快不快的 三飞 其实就穿 左右穿就可以了 然后天马行空乱舞 这个我没有说特别好 特别好的一个走位 我是没有去算的 那我就基本上随便扭 然后非常好的激波撞了 最后光风 光风 什么月 喜悦吗 下来就直接给我一个激光下压 我来不及闪大意了 就中了 仍然可惜 这张卡 其实我自己觉得 挺简单的 没什么问题 那最后我是买 为了美观上面来说 我买了一个鬼手 那么整个无耻装备 已经浓完了 已经满炸弹了 就已经基本上 通完就肯定通了 就算躺着打都已经通了 基本上后面就看 就收多少张浮卡的问题 就没有说太大的特别 就其实 我觉得顺势故意 就搞搞这些菊花菊花怪的 我就非常讨厌这些菊花怪 因为六面我装的最多的 不是什么浮卡 什么浮卡 而是这些菊花怪的人 就有时候压不准 对吧 然后是黄色 对吧 你看 走 没有走位可言 就纯粹仔细压 就是这么无脑 就是这么爽 然后小狐狸再出来一次 勾引 回中 我没有打中 但也可以 所以处理慢了一点点 但是我扭过去了 没有中 没有R漏 可以 好 最后这边是分为两波 它出怪的顺序是有固定的 就小心浅蓝色的旁边的报纸就可以了 这解说有够麻烦的 这 鸡膜太快了 这个东西 这个火力关系直接打爆 不留火口 然后又来到怪梯小姐姐的卡 的管卡了 这个不是提本 反正衣服品味是真地乖 好吧 那么 也开了 五主公物就半十幅 这个 其实 我基本上都是固定这样引的了 但是操作有点不太好 我没有把它压的说很低很低的 很低很低的样子 但是也可以操作嘛 所以问题也不大 我就习惯就两波过一次 好 可以 回到中间 哇 这输出 你看多快 二飞 二飞一飞的威力加强版 但是是固定的 基本上操作多的就自然记得手了 然后 这个弹幕 狂守家的 指望 的望指 这个 就绕圈 我就喜欢绕圈 绕圈 我觉得反而是简单一点 就不用 不用说固定 站在下面打出书什么的 这个 哇 激活状还行 自由市场本来是一张 就是 弹速慢的一张卡 就没有什么问题 火力高的情况下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 小心橙色跟红色的组合就可以了 这个恢复 然后红圆环呢 是一个固定卡 它基本上 小心不要说 就基本上 进入三四逆反 你要什么时候穿 OK 就没了 这张卡 难得 难得有机会这么安静 其他基本上都是帮我撑十秒的那种浮卡 这个就直接 可以等一下 没有什么好说的 真的就固定弹 后期带幕变密 变密也没用呀 穿出来没了 好 鸡鸡 你这张卡没了 好 接下来这个 接下来这个 无道带幕领土 也是固定 基本上系好走位 系好走位就没什么问题 好 最后了 来到了中服 中服是我这个replay里面最大的一个遗憾 没有说到 就 我没有算好它那个 它那个清淡的那个timing 就有点 就 很惨 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 挺遗憾的 不过算了 成就还是有出来的 打到出来了 那么就这样就结束了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老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